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礼拜一的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来聊聊 台湾股市你应该怎样才能趋吉避凶 各位今天的台股尾盘虽然涨了七十几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法人的买盘好像不太够利 外资圈只剩下20亿的一个买盘 各位这样的一个买盘 如果你还能够赚到钱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你的专业操盘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你认为大盘一定要外资每天买100亿 你才能够赚到钱的话 我告诉各位啊 那你还是啊回到丰盛上台的第一天 跟你讲的股市套路深啊 早点回家蹲啊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啊 能够买到你的股票啊 各位知道吗 今天的台湾股市 各位就像我上礼拜五大盘跌18点 我跟你讲的来 蔡老师讲什么话 我说就算整理形态 也有赚不完的好股票 前提是你的专业度够不够 这才是重点 什么东西就浓缩成两个字叫专业 其他都是假的 用专业把你的贪念转化为企图星 贪念转化为企图星 其他的专业不足的地方 你交给守护者蔡丰盛老师 这样就好了 这个大盘就有赚不完的钱 也有赚不完的机会 各位 大盘上礼拜五是南风南 今天呢 转为南风西 各位 今天大盘最高冲高 涨了100点 然后给你压到胜涨17点 尾盘又给你拉抬 涨74点做收 各位 盘市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够感应到 它释出的善意 不是每天要创新高 才能赚到钱 就像大盘现阶段 1700多档股票 都要靠你的能力 你的选股 才能够赚到钱 大盘不可能每天涨100点200点 各位清楚了没 今天南风西还没过高 各位后面币过高了 这我已经跟你讲了 农历新年还会给你一个大惊奇 这我都预测好了 因为我们这是股票节目嘛 我跟你讲预测的一个指数位置 对你没有帮助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再打电话来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助你 因为太多的专业啊 丰盛现在都溢出来了 你觉得说老师这对你有帮助 我都会给你 我都会给你 我不会尝试啊 各位啊 28年来的新高 28年一遇 法人控盘 各位后面是个字叫主力浪道 各位 如果你现阶段还认为要主力的股票 要小型的股票才能够赚钱的话 各位 想想蔡老师12月份带领你们去买的台积电吧 2330的台积电为什么会成为标股 你的老师没有看到台积电 他跟你讲说竟然有好股票 这样你会相信吗 台积电都看不懂的 竟然会跟你讲说 有好股票你来对我找个探机 这样你会相信吗 祝福你哦 但绿军的南海姑娘现阶段已经来到南风西了 如果明天震荡变黑黑就变南风北了 所以南海姑娘再看一次 南海姑娘也快要say goodbye 了 因为现阶段已经打到快要下桩了嘛 南风西嘛 南风西啊 那整个盘式的整个盘式就像我跟你讲的哦 上差1412点就会过12682加加油 散户的守护者会持续的把所有的风险帮你排除 因为专业能力操作台湾股市太简单了 各位啊 2018年年初我就跟你讲 你赶快来跟着我们做种子特训班的学员 我要帮你微笑获利999种子变大数 我也跟你讲过什么话 我说2018没有什么七个趋势两个主流没有 只有一个主题 叫做丰盛概念股 就是丰盛老师带领全国学员朋友做的股票就是标股 而且不是小型标股 是法人操作的一个大型股 你看到台积电你爱华仪吗 我说我们的专业就能够让会员持股涨不停 不是天天涨停板 不是带领你去追高 你的老师除了追高到底还有什么专业我不清楚 因为每天都在卖涨停板 我说下一档的丰盛概念股 你不要再错过了 各位你错过了几次 你也知道今天礼拜一啊 老师都会接牌嘛 因为我盖牌都是礼拜五嘛 各位是不是 今天的维新科各位 全市场为政啊 因为维新科这一波拉上来 今天第一支涨停了 换句话说在此之前啊 没有人会选维新科啊 来跟你讲维新科多好 只有蔡老师有维新科 因为天天涨不停嘛 但是别的节目都要涨停板 才能上电视去去吸收你入会嘛 所以维新科不会变成他们的素材 但是今天维新科已经拉涨停了 换句话说 后面有老师跳出来说 维新科有他们 你就看出来这个节目在搞鬼了 各位知道吗 我最近一直忙着道歉 值得道歉了三次 试心道歉了一次 今天维新科又让蔡老师来跟你们讲 sorry 不好意思 没空好 让他涨停板锁死 所以说会变成其他 那些主力不够的老师 卖东西的素材啦 就是sales嘛 他就讲 你看你看涨停板哦 你买不你买不 买得快来对我入会 我问一下我给你涨停板 就是这种模式啦 我也不想讲的 大概都千篇一律 也都没有know how 感谢维新科啊 让我的全国的会员朋友 赚了这么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报酬 很感谢你啊 2377维新科 84.4亿 全市场都知道是蔡老师的股票 我也知道会有人哦 不是像跳出来讲 维新科涨停板 又是他的没关系都给他啦 因为老师的股票太多会涨了 太多涨不停了 那那一些同业也许都收不到会员啦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没办法跟着他们 充容过生活啦 南外经老师说的嘛 记在手能在身 失在脑 你才能充容过生活嘛 那你要大度看世界 就是如为表 佛为心 道为骨嘛 我也祝福他们真的能够靠 这样一点点的 卖东西的一个专长 收到一些会员 真的我也祝福他们 维新科来 颈限909嘛 之前低点591嘛 对不对 现在已经来到104.5 13.6元 换句话说 你如果看电视的 你现阶段 你要还菜老师这个人情 股市大海 丰盛号 丰盛概念 唯一航道 从台积电 从鸿海 从华航 从创意 从齐邦 做到今年年初跟你讲的维新科 这都在我们手上哦 还有值得 还有全新 还有F4新 包括我现在让跟你看清楚 来 雅光 来 雅光 你没看错 雅光 VR 车用 3D感测 总指训练班的绩效 台积电 华航 鸿海 维新 其中维新已经赚了28点 我只跟你算一笔的 赚四成 都是现股 今天最高104点5 台积电266 226以下 我叫你你买进了 华航 鸿海都一样 来 齐邦 今天创新高70块4 已经帮你赚了将近三成 包括创意 包括全新 包括值得 值得最高134 一样是大赚将近五成 你如果跟我讲说 老师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你的节目 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讲维新科 是你们的啊 问的 我马上给你看清楚 很多东西啊 老师每天带了 我已经跟你讲 带了都五六公斤的一个东西啊 来录影了 不是两三张而已 来各位 微信2377 106年12月29号 以期工资 礼拜五 跟你盖牌的 最新外资 包括电竞AI 云端 领导厂商 包括什么 包括显卡等等等等 从1月2号开始注意看哦 电竞族群 我就给你选维新 1月2号 开始创新高 注意哦 1月3号 1月4号 1月5号 1月6号 1月7号 还抓你转折 记不记得 来 既然有办法90块卖掉85块还买回来 你说是不是神乎奇迹 好来 11 买完85之后 又隔天又给你冲到90 我问你 这是不是神奇操盘数 来 我说每天都创新高 法人天天买不停 你为什么不与神同行 来 微信啊 我避免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的吗 散户的守护者不会骗你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各位 你看一看微信 过90块9之后 我还是跟你讲这就是铁证了 昨天的微信我讲什么话 昨天一根k线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这个k线了这边放大啊 我教你们一下哦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了只能点一道一下 实体k线过虚线过虚线过虚线多少 96块2嘛 这个实体的有效居线说在95是代表他隔天96.2 必过必过必过各位 k线厉害的就像丰盛一样我们只要看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根本也不用看趋势各位 今天的微信科在我礼拜五讲完之后今天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专业好就是要长时间你来看不是看人家说的一种好像谎话谎话就是短跑但是真相是马拉松各位 我上礼拜我跟你讲今天的微信92.6必过各位 为什么老师10年前早就龙退为什么我17年前出道 在电视上能够接你盘中的call in 老师在盘中接call in是把所有的会员朋友当投资朋友当宝一样啊 我知无不尽啊 我全部都讲给你听啊包括买卖点都讲给你听啊 各位你可能不晓得讲到人家后面金款会限定盘中不能讲高低一点 就是我的创造 我是创造潮流的老师啊各位 你看那个时候多少个散户投资朋友受到蔡老师的照顾 你现在终于知道蔡老师是谁了各位啊 微信掌停板一直忙着道歉sorry 感谢微信科让学员赚这么多的报酬 这就是老师做人的道 我在这边我也跟你讲你不要急你不要慌 你不要急你不要慌你想赚钱你来找守护者 我也跟你讲什么 各位投资人你赶快从沉睡中醒来吧 跟着我们一起奔跑 为什么要奔跑 因为赚钱真好真好真好 当丰盛老师的学员真好 老师要的是什么 10年前都隆退了 我不是要你的会费啊 我要的是你的认同跟敬重 得到全国股民的认同跟敬重 才是丰盛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谁也夺不走 我要你认同跟敬重 我能够帮你创造你的最大财富 谁也夺不走 我想要为你服务的心呢 专业操盘 获利一礼 市场独家 验证性节目 让散户看看天文 孜孜地理然后实实在在的赚到钱 我的强势回归 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帮会员朋友 去获利 我在那边也发一个愿 我愿帮全国投资人踏上 投资获利之道 蔡老师再讲一遍 蔡老师 蔡张皇英文名字叫阿舍 愿意帮助你全国的投资人踏上 投资获利之道 我的讯息一定要带上 刚刚已经跟你揭开了 上礼拜我盖的就是亚光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再让老师告诉你 全方位跟市场上所有同业不一样 真正操盘的节目 一言星邦等着为你服务 我们进一段广告 秦时明月汉时观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是龙城飞降债 不让胡马杜英山 各位 但是股市丰盛债 不让主力坑杀散户 说道理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你要知道这个盘啊就是一个局 我告诉各位 我们简单话来说都是一个局 你今天你要从这个局里面自己走出来自己去赚大钱要拿你的专业来走出这个民工啊 这样你听懂了吗 你要用你的专业的道 来破人家设的局 破主力设的局 这样你才能赚钱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来借蔡老师的道 你来借蔡老师这边的道就是专业 我们才能够走出一个康庄大道 才能赢人家啦各位 也就是我一直跟你讲的正道才能破协举嘛 不然每个进来的为什么有99%的散户都哭哭啼啼的输钱出去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办法解人家的谜局嘛 协举嘛 因为你的道行不够 就这样 你的道行不够所以人家吃定你 你不要说老师 不是筹码战是筹码战 但是你怎么知道里面谁是对你有帮助谁是对你没帮助我问你 你今天买股票不就是 看节目 跟错老师 不然就听朋友就是这样 那你朋友是大散户你是小散户哪有可能会看到 那你跟错老师你的老师也是大散户怎么有办法去带你走出这个迷宫 不是吗 所以我才能跟你讲说 丰盛的一个专业其实很浅 在私募市场里面丰盛算很浅 我前面还有师傅还有师工啊 但是在这一个行当里面 我没看到台面上有谁比我更有专业的 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这样讲 每个都是高级Sales 就只差是Junior还是Senior 看是之前还是资深的Sales而已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南淮景老师讲的 记在手能在生思在脑 你才能充容过生活吗 不然你每天在电视上人家也给你报台湾股市今天涨多少吗 你原先也不想买股票 大家新闻 逼到你后面也要买股票 但是你要知道买股票要有专业能力才能全身而退才能大获其力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只是觉得说媒体报说 股市好像会赚钱 这个好像是大多头28年来一次 然后你又买不去选老师 老师没关系你尽量输赢 我五元嘛 我无意探长雷诺嘛 我一定输得起 一支华邦店 天母的投资朋友都有办法7亿 做融资融资到最后追杀砍出去之后剩下28块 缴回去他家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 你知不知道 你还跟我讲说你又来又去很多钱 别乱扯了 不要急不要慌 想赚钱来找守护者 股市 陷阱深 套路深 不要轻易啊 想做一身赤胆 各位 那是 那是包青天的剧情啊 没有一身赤胆 要一身本领 各位 微星涨停板 我一直忙着sorry嘛 我一直忙着sorry你看这一波这样涨起来为什么 业界没有人去招踏到微星科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微星科今天1月29号第一天涨停了 换句话说有的人就开始把口紅啊就开始要来找微星科开刀了 也换句话说 想如果这一些同业他看到微星科觉得有利可图 那我会做什么事 我也不太想跟你讲清楚 反正我们一定是市场上的赢家了各位 因为丰盛号丰盛概念股啊 唯一安全的航道 不是大盘好的时候你就忘了风险各位 理智一点哦 投资的本质就是你认知的变现 你懂多少你就能够赚多少钱 这个是公平的 股市里面你不要说不公平都大户杀小户然后主力杀散户通通不对 股市是最公平的 你今天那么多档股票你为什么不去选正派的股票 你一天到晚只是想说贪心 这支有两支涨停了你就去买一些主力股 主力当人倒给你嘛 万般拉台只会出啊 你以为他是你好朋友不是 蔡老师才是赏户的守护者 看一下 这一波做的哪一支是主力股来你看一下 微星值得全星F4星包括亚光来 节目时间又快完了来注意F4星今天差点拉涨停 还好今天不用道歉F4星控盘控的不错 感谢 跟公司派谢谢啊 没有让蔡老师一天 道歉两次 好兄弟 各位 帮会员赚了40块赚44%啦F4星 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上礼拜五也跟你讲什么AI嘛 人家就要做AI还不给我讲AI 结果现在4星天天创新高 然后我讲的台话跟富邦金 全产选一支台话嘛 金融股 选一支 获利王 富邦金 天天走洋 什么是赏户的守护者 守护者不会害你啦 你 才是老师要帮助你的啦 其邦创新高 一言新邦嘛 我的节目叫一言新邦齐邦 这样子不会兄才怪 当初那一些记者媒体为了啊 去抢这个短线买600张赚5毛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 一档的好股票你们买600张就做隔日冲然后赚5毛 只为了讨好营业员吗 还在专业的报社当记者笑死人啊笑掉大牙啦 赚35%赚16%一言新邦各位 龙城破底 你没有蔡老师的讯息你去选这个你怎么办 台波破底 核大破底 然后呢 郑威破底 硕河破底 蔡老师刚刚已经跟你讲说要给你揭开上礼拜我给你盖的来各位 外资重仓索码股 低档低位阶 主要客户核心技术什么 电动车无人车 什么股票 来 什么股票 亚光 最新外资索码股4161来 低档低位阶来各位 是不是低档低位阶 今天亚光是不是差点掌停板你告诉我这不是专业什么是专业 这不是专业什么是专业 老师这样一波以来已经帮你创造了 多少个奇迹各位 不用恭喜我了因为我们还没还没结束啊还要持续转不停啊不用恭喜我 等老师过完年后有时间了 我就会办全省巡违延展 第一站金门第2站马祖先喝金门高粱再喝马祖大区 人生莫过于此 3000年独死不外公民立入9万礼物到终归19 田园吗各位 9万礼物到终归19田园吗 跟你讲完亚光是不是利多一大堆工商时报你自己去看神奇吧 我问各位这不是专业什么是专业 亚光守护者联盟 另外一支股票 车联网的 今天一样大涨一块五 一样喷出 一样K线理论明天再续高 搞不好涨停板 这就是专业啦各位啊 台积电那一年蔡老师叫你买的股票台积电 标股传奇不可思议 你哪一次看到台积电这样标40块的你告诉我 除了蔡老师能够帮助全国散户之外我问你哪个同业有叫进台积电 没有 值得你看看老师的功力好不好来今天说一二一来我问你 我这边也跟你讲好像还会有一次50%的机会上次我们赚50%这次好像又快来了 点到这边就好了其他不讲 因为老师节目两小时我也用不完一天 今天台湾已经114.5了看一下什么是市场上你值得敬重的老师 付邦金今天多少帮你赚一块三呢 从百元板介绍的时候天天涨 我就是跟你讲这是挂在老师公司的叫铁肩道义国际输道统帅 胡昌氏 83岁 这挂在老师的 就是要铁肩道义才能帮你这个忙 各位投资朋友赶快从沉睡中醒来吧 让我们一起奔跑 赚钱真好 赚钱真好当丰盛老师的学员真好 各位知道吗 我说我要的最大财富啊 是得到你们的认同跟敬重 这才是我付出最要紧要得到的尊严 各位因为谁也夺不走 老师跟人家不一样 不缺钱啊我要的是你尊重我 我要的是你肯定一言新帮啊 专业操盘能够获利一礼 我愿帮全国投资朋友踏上投资获利之道 我也希望各位赶快进来 学员里面吧 一边赚钱一边得到专业知识 祝各位操盘顺利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